正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NBC獨家追蹤 美國情報單位判斷中國的間諜氣球是真的有監控情資 特別是美國軍事基地情資的功能 NBC是非常親近民主黨的媒體 這個話當然是要算中國的賬 歐美現在反中的情緒浪潮 事實上還在持續的走高 對 尤其是這個間諜氣球 現在美國把它大切八塊 大切八塊之後呢 掌握確切的證據之後 未來可以跟中國算總賬 或者是變成說未來美中談判之間的大籌碼 所以現在這個中國的間諜氣球 到底被大切八塊後的資訊有什麼呢 第一個它飛行的距離超乎我們想像中的遠 現在竟然是從南海的解放軍基地起飛 你可以想像嗎 我一直覺得說那個間諜氣球 可能是被飛機帶到將近美國領土的時候 再讓它飛出去 它沒有 它可以從南海解放軍基地起飛 一路飛幾千公里甚至少萬公里 飛到美國阿拉斯加的領空 那這很誇張的飛行距離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1月28號就飛進美國阿拉斯加領空 未來四天的飛過美軍蒙塔拿州的空軍基地 而這個空軍基地裡面有三個核發射井 所以這個間諜氣球它飛行的距離遠超過我們想像 它飛經過的路徑的敏感程度也超過我們想像 被確定的有蒙大拿州的美軍空軍基地裡面有三個核發射井 那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剛剛講得很清楚 裡面能夠即時的傳遞所有收集到的情資 這個情資呢除了照片就是圖像之外呢 還有武器的電子參數以及監聽的資訊 那如果有電子參數的話 對於很多美國來說 你只要飛過我上空 我把我的飛彈等等的被你收集之後 回傳給中國的話 那很多我的軌跡我的陸跡 我很多不為人證軍事情報都會讓中國知道 孰可冷孰不可冷 更有趣的事情他竟然提到說裡面有個叫做自我毀滅裝置 就是說本氣球將在30秒之後自我爆炸 不知道啦 但是他說確定有自我毀滅裝置 就跟Mission Impossible裡面一樣 可是他說只是不知道中國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沒有讓這個氣球自我毀滅 而讓這個氣球被美軍打下來 我認為可能是有電子干擾的參數 就是說美軍發現這個氣球之後 開始透過電子干擾 讓這個氣球變成失控 失控之後呢 美軍才有可能不慌不忙把他打下來 我認為是這個狀況 好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整個美國訪美情緒現在打到最高峰 現在有好幾個民調 一個是FOX新聞的民調 另外一個是PEO研究中心的民調 都顯示美國反中情緒很高啊 第一個是FOX的民調 3月24到27號做出民調 他問哪個國家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喔 51%的美國人認為是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俄羅斯只有30% 北韓只有8% 換句話說美國現在主流的民意都已經認定了 俄羅斯是美國威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最大的敵人就是中國這第一個 第二個68%的美國人擔心美中開戰啊 然後呢 美國到現在對於中國做出這麼多制裁跟軍事行為對不對 即便如此 66%的美國人還認為美國對中國太寬容 換句話說 拜登如果持續對中國施壓的話 對於美國民眾來說 至少66%的人支持你啊 因為他認為你太寬容嘛 甚至包含TTA 我們以為美國對於抖音喔 禁抖音我覺得美國人可能會很反感 因為他們很愛右抖音 拍謝 57%的美國人擔心抖音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美國內部喔 對於拜登來說 是非常非常好的民意作為他的後盾 讓他持續對中國制裁 另外皮尤中心也很有趣喔 皮尤民調3月20號到26號做出的民調 這份民調比較大樣本來 3000多份喔 有66%的美國人對於台灣 提到台灣喔 有正面看法 其中這66%裡面有11% 對於台灣的觀感極佳 54%的人啊 美國人認為 美國應該持續派更高層來訪問台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抗中保台 現在在美國已經變成主要的意見 或是主流的意見了 可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中國當然不可以弱勢嘛 不斷拉幫解派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西班牙 法國包含日本的外向林芳城都要去訪中啊 可是這些國家每一個人鎖圖都不一樣啊 李顯龍訪中大家都密切關注 可是李顯龍訪中說一個很有趣的 他說很多國家包含新加坡都非常渴望和中國建立經濟上的連結 所以新加坡仿中原則上還是基於經濟的因素 希望跟中國持續 那未來中國如果經濟可以維持成長的話 新加坡有意不會斷 可是中國如果經濟崩的話 這有意還在不在這這個問號 另外西班牙的總理 桑傑斯也跑去中國 他說什麼 希望加強與中國在貿易和雙邊旅遊上的合作 西班牙主要是希望什麼 中國人多去西班牙玩玩 創造一些西班牙外匯 林芳正去他圖什麼圖與中國建立雙邊關係 他意思什麼日本不希望跟中國有插槍走火的可能 建立雙邊關係 馬克宏最有趣 馬克宏帶著60位的法國企業家 包含Airbus包含法國電力包含軌道基礎建設等等公司 去中國第一個談做生意 他的意圖應該跟李顯龍很類似 另外一個馬克宏很有趣 馬克宏現在很多包含西方的評價都評價 馬克宏太過於天真了 他用天真這兩個字來形容馬克宏 馬克宏有一點這個法國馬英九的味道 他認為他自己可以透過他自己的條體 讓中國在世界上變成乖寶寶 馬克宏在俄物戰爭中其實試圖做過一次 去找普丁嘛 最後被普丁呼嚨嘛 談完後就打仗 馬克宏其實一直都有那種唐吉柯德式的這種無味啊 理念的感覺 可是很有趣啊 法國媒體直接潑馬克宏一個大冷水 這個媒體叫La Point 這是觀點這個週刊 是個很權威的週刊 它不是什麼小報 它1972年就發行至今 每週41萬次是偏佑的雜誌 它裡面說什麼 中國是一個什麼 La Empire是帝國嘛 這是什麼 這是馬桑 馬桑是什麼 虛偽 虛偽的Empire 大概大概是這樣 法文我略懂略懂 他講說這是 謊言中國啦 虛偽的中國是個 中國是個虛偽的帝國 大概是這個味道 他在談什麼呢 談說中國在裡面有非常多謊言 謊言虛偽 包含疫情 包含政權 包含台語關係 包含對西方關係 他在馬克宏要出訪中國的前夕 特別看著這樣的報導 去提醒馬克宏 你不要這麼天真 他是個虛偽的帝國 這個中國 請馬克宏搞清楚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歐盟內部的執行委員 他就不樂來 他公開說 歐洲的國家要想清楚 對中國態度要停止天真 所以其實馬克宏要仿中 大家都密切觀察了 重點是 馬克宏代表一個歐洲的態度 他跟李顯龍不一樣 跟西班牙總理不一樣 跟林芳正不一樣 如果馬克宏持續對中國 保持天真的想法的話 對於歐洲是個傷害 大家都在提醒馬克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密切觀察 馬克宏會不會被老公騙的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美國一樣 持續呼籲中國要建立熱線 就是說他們要管控風險 這個態度跟林芳正 就是日本的外向林芳正 去中國態度很類似 就是說競爭是一回事 戰略敵人是一回事 可是即便在冷戰的過程中 還是希望能夠熱線 避免意外中的擦槍走貨 所以美國是持續是希望說 拜習通話 然後建立熱線 所以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習近平第二任的過程中 大國之間的摩擦是持續在展開的 可是大國之間摩擦過程中 又是希望說在摩擦中尋求平衡 找到一個溝通的可能 那這個狀況我們持續關注 看他會不會擦槍走貨 好 那在西方世界要跟中國去做 互動或是管控風險的過程中 你可以從一件事情看到中國內部 風聲鶴唳到什麼程度 最近有人民日報在30號傳出 當天在寫的一個新聞裡面 漏掉了習近平三個字 漏掉了習近平三個字 他不只把所有新聞去做更正 這我們理解嗎 他不是 他把所有印刷出去的人民日報 全部回收 全部回收之後然後銷毀 然後投地到一半 因為你知道有的是派報 投地到一半的緊急停止派報 然後已經派了一個個信箱全部拉出來 然後已經到了便利商店的時候 全部拉出來或銷毀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當天的第五版寫 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 這裡面的畫線處 以XXX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實度日 XXX同志原本要打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實度日 漏打了習近平 寫出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實度日 就是就這樣子不是更正 也不是什麼 是大規模的銷毀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國內部風聲鶴唳到什麼程度 好 葉宗剛剛看到的是博文普的專題分析 有中國這一次報復美光 那甚至有財經媒體點名的高通 是 我們看到美國對中國的這個科技公司的封殺 一波接一波 那中國當然不甘示弱 也要找幾個來開刀嘛 那現在美光就被點名到了 那這是這兩天呢 中國的這個網路安全審查辦公室 我們一般俗稱的網信辦 他們所發出的公告 他寫的這個洋洋沙沙一大堆 而且還跟你說 這是基於中國的這個國家安全法 網路安全法 網路安全審查辦法等等 哇 說好幾個辦法告訴我們說 我們必須對美光的產品實施網路安全審查 好 當然他沒有說要禁 他只說要網路安全審查 換句話說 你的產品要在我中國這邊銷售呢 要經過我的許可 你才可以在這邊賣 好 那到底是 到底是違反了哪一條哪一款呢 其實網信辦並沒有明說 好 那就美光這邊的回應呢 其實美光其實也很低調 他也沒有特別說什麼 只說呢 既然網信辦要求我們做這些事情呢 那我們就是全力配合並積極溝通 也就是說 會不會是一個誤會啊 怎麼樣的 所以美光目前的態度也相對是低調 好 可是呢 這樣子一競爭的對 這美光或是對中 對美國的其他企業會產生什麼傷害嗎 好 我們從幾個具體的數字來看 美光在中國之前高峰的話 大概他的營收大概是14% 那以去年來說其實只剩10.8% 也就是說美光的 跟中國做生意 只占他全部的營收裡面只有10.8% 算起來其實比例是很低的 可是反過頭來 其實中國有很多的廠商非常依賴美光 譬如說媒體點名到兩家公司 一個是江波隆 一個是百威 這兩家也都是做儲存設備的 那當然就會買到美光的產品 而且尤其是這個江波隆 我們特別注意到 他整個的這個 從這個美光的採購 是超過他整個的這些採購的三成以上 比例是很高喔 而且江波隆是中國的國家大基金 所投資的公司 換句話說中國國家大基金 是江波隆的股東之一 那另外這個百威的也是大廠 他從美光採購 也占他整體的採購 將近三成 可是這兩家公司的最新的新聞 他們都有出來說 說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多元採購了 沒有那麼依賴 但是反映在股價就很神奇 江波隆今天的股價是大跌的 但是百威卻是大漲的 那其中的這個蹊跷到底在哪裡 這我們就再探討了 好 那大家也講說 那為什麼是美光 不是美國的其他企業呢 那大概有幾個論點 首先我們剛剛就這個次戰 就營收的佔比來看 美光只有10.8% 其實並不算高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讓 讓美國的科技業會痛 那當第一個點名的應該是高通 因為就蓬勃的統計 高通的營收當中 高達64%來自中國 也就三分之二很重 其次呢 博通也有35% Intel有27% 超微22% 輝達21% 都比美光的10.8%高很多 那你為什麼要抓美光 不抓其他公司呢 好 那仔細想想 其實有它的道理在 為什麼 美光做的是什麼東西 它主要是做記憶體儲存設備 可是我們剛念的那些公司 從高通、博通、Intel、超微到輝達 通通做的是晶片 我們都知道 中國最弱的就是晶片嘛 可是相對如果是做記憶體的部分 中國有很多大廠 包含著長江存儲等等 其實也還算蠻厲害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把你美光進了之後呢 我本身中國就會生產了 更不要說 還有韓國的廠商、日本的廠商 都可以替代嘛 所以呢 我抓你美光 對我的中國的廠商影響是最小的 相對如果你真的把高通給進了 那中國的手機大概也 手機產業大概就垮掉了 那但是我想到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 什麼呢 因為美光是台灣的第一大外商 它在台灣的 僱用員工超過一萬名 在台灣投資超過四千億台幣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美光被抓 我想這是答案值得去參考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 日本跟荷蘭呢 也接受了美國的建議 現在開始對中國要實施這個設備禁運 那首先呢 日本就已經宣布了 包含了10家廠商 尤其是包含尼控 包含東京電子 這些大廠的23項產品呢 即日起呢 你要出口都要經過許可 可是呢 日本相對呢 也可能是怕得罪中國 它並沒有說是針對中國 它只說這10家廠商的23種產品 只要你是出口 你就要先取得許可 你才能夠出口 沒有說出口到中國 才要去許可 從下 剛看到麥卡錫 這個全面捍衛民主自由的台灣 那同時喔 他直接回應 中國完全沒有資格管他 麥卡錫在整個跟蔡英文 接完面之後 開直播 接受記者會 而且呢 有問必答 在裡面呢 他不斷地強調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美國的團結共好 不是只是喊口號 而是跨黨派 基於民主價值 基於人道主義 基於反侵略 基於和平 真正的意義 他們是可以跨黨派站在一起的 而現在呢 麥卡錫跟蔡英文這個會面裡面呢 得到了美國媒體和美國很多政壇裡面 兩黨跨黨派的共同的高度的一個評價 這裡面呢 對台灣來講呢 以後 蔡英文總統 或我們後面的總統 去到美國 都是台灣總統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發展 另外一方面呢 跨黨派在於面對中國這樣一個侵略之下 其實也是要合作的 所以不但是麥卡錫講了這樣的話 連他的前議長裴洛西都特別的發出聲明 認為說這個是在美國外交政策上 難得一見的共同共識 是一個非常勝利的一個成功 而華爾街日報特別用了社評 為這個會面下了一個歷史性的一個評調 中國咎由自取 台灣呢 只會得到世界上 政治上越來越多的支持 他整個過程中裡面就像整個布林肯啊 或是科比啊 蘇利文所講的都是慣例 沒有任何的跨越任何核線 但是中國拿他當藉口的話 只是讓全世界看到習近平越來越只會 不過紐約時報呢最後有特別講到 面對習近平這樣一個不理性的咄咄逼人 台灣和美國都需要加緊努力 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而中國呢只能怪自己 這個局面都是你所造成的 而中國只能怪自己之下 全世界對於中國的一個態度呢 也開始不演了 直接的呢 這個呢 是在福斯訪問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竟然在背後的背板裡面 有一個人拿了一個抗議牌子 習近平後面三個字是三字金 通常是來自於北方眷村 比較用的那種字眼 就是後面事實上 畫面上就帶到習近平XXX 但是我們礙於NCC管控下的新聞台普及節目的尺度 我們只好把XXX變成星星 但是原版的畫面會放在YT的版本影片上 全世界都在狂傳了 那這狂傳裡面更特別的是 這一個呢是福斯新聞 那大家講說 難道是美國人看不懂中文嗎 我們相信不至於 這就是一種刻意的 而這刻意了以後 最新的是連中國的網友都加入討論了 因為他們都認得這三個字 然後查出來這個根源是在 是澳洲雪梨 一個學生領袖提了這個牌子 可是澳洲雪梨這個牌子 跟你先記得這一次有什麼關聯呢 福斯為什麼要這樣子用 然後呢後面呢 大家如果用百度 中國網友用百度去做實驗 如果用百度喔 只要打出後面這三個心的時候 馬上有正確的英文翻譯F開頭的 但是呢如果打了習近平加這三個字的時候 百度出來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代表他們網管確實很確實 立刻的加以狂犯 可是這就代表全世界 對於習近平這樣一個態度 然後現在呢當然這只是媒體上 只是一般的網民 對於習近平對於中國就由自取的態度 但是美國呢還有外交戰 也開始跟習近平正面交鋒了 而這正面交鋒就是 那個馬克宏然後還有范德萊恩 他們現在正到北京訪問了 而到北京訪問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因為習近平在連任之後呢 完成了他的登機之後呢 開始也要在外交出席 可是這裡面有特殊的狀況 而且是由整個法國總統府先發出聲明 在整個馬克宏被邀請過去的時候 他先跟拜登通過電話 先跟拜登講清楚 而且他自己講說他這次去 是去要要求習近平 要求中國要加入美國和整個歐洲 促使俄烏戰爭能夠落幕的一個共同的行動 而且他說他這次去呢 是絕對不能讓中國和俄羅斯專屬對話 你們必須加入世界的一個秩序 所以這個狀況就有點像先前的時候 折倫斯基突然打電話說 我要邀請習近平來西府一樣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去訪問你 其實是告訴你說 我們的立場就是你不能跟普丁站在一起 所以馬克宏到了北京之後 一下來飛機的第一場演說 他竟然直接講的就是 協助侵略就是共犯 這是踩在北京的土地上 警告習近平 你不要跟普丁站在一起 然後他當然也講了 因為他也帶了60多家法國的重要企業 包括Airbus或什麼 他也承認說其實呢 貿易跟中國完全脫鉤 是有風險 但是也不能完全的這樣子 但是一樣的東西 態度要講清楚 而這種態度還不只是馬克宏的態度 連法國離他那麼遠的時候呢 都有跨黨派的議員 所以現在全世界對於中國都流行跨黨派 跨黨派議員連署投書 要求馬克宏 你到了北京的時候 你必須要讓北京知道 侵犯台灣 將不為各界所允許 這不是你在北京 習近平面前軟弱或沉默的一個時刻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說 現在這整個情況之下 習近平不但沒有資格拐麥卡席 全世界也開始認為說 你沒有資格 對台灣也說三道四 今天Bloomber獨家追蹤 蘋果事實上又要加大離開 中國的搬家力道了 確實我們過去對相關的新聞追蹤過很多 我們也都知道說 蘋果自己也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以前所知道的 大概就是越南去印度等等 沒想到這次Bloomber這個大爆料 真的是超出我們的想像 原來蘋果的布局之聲 我們就先就產品面來說 蘋果到印度去生產iPhone 這個大家都知道 在越南生產AirPods跟MacBook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彭博要說 他們現在其實還在馬來西亞生產MacBook 然後甚至在愛爾蘭生產iMac 這是我們以前真的是不清楚的事情 還不只這樣子 在蘋果內部 他們有一個團隊叫老虎隊Tech Team 這個老虎隊在幹什麼用呢 他們有幾百個員工在這個組織裡面 做什麼用 要專門到這個解決供應鏈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產品線這麼多 這麼多供應商 哪個部分可能未來會有問題 我藉由這個Tiger Teams 專門事先就要了解去知道去追蹤 然後去解決這個問題 還不只這樣子 蘋果現在已經在世界很多的國家都設有辦事處 做什麼用 尋找未來潛在可能的供應商 而且這個供應商是小到連零件 這個螺絲的供應 他都要找一個備份 所以可見這蘋果這幾年 真的是被中國的問題給嚇到了 所以他才會有這麼多的動作的出來 好那除此之外我們再看到這個抖音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現在又多了一個國家準備要全面封鎖抖音 這就是澳洲 那澳洲政府這兩天正式公佈 所有的公務機關禁止安裝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國際版 所以到此這個五眼聯盟就是 美國加拿大英國跟紐澳五個國家 已經全面進抖音了 那當然這個抖音在紐澳的總經理就很顧了出來說 哎呀沒有啦我們這個一點風險都沒有 尤其是對澳洲不會有任何問題 你們這麼做對我們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好問題是這麼多國家都做一樣的事情 難道大家都對你是誤會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澳洲所做的事情還不止這樣子 也一樣是在這幾天 澳洲英國美國他們召開了一個叫做雪梨對話論壇 討論什麼事情呢 討論說哎呀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大 尤其是原本美國在技術上很搖搖領先中國 但是現在這個領先優勢被拉近了 所以呢未來可能很多國家都會面臨 尤其是國防方面的威脅 所以呢這個在與會的人士當中 最主要大家關注到的是澳洲的國家情報處的處長 希瑞爾他就提到說 這個尤其是中國包含的量子科技 這個超高音速無人機已經自動化等等這些方面 反而是居於領先地位的 這個對很多國家其實真的都是個非常大的威脅 那與會的人還有誰呢 還有Google的前執行長斯密特呢 他也特別提到了 確實這些問題會影響到澳洲的這個國防預算 跟未來的國防決策 不過這個畢竟是這個企業家 他其實還是幫中國說話說 確實中國有些問題 但是中國不是敵人 不是壞人還是有些方面可以跟大家合作了 但是Google要自己想一想 這麼多年來 中國對Google倒還是封殺嘛 你居然還幫他講話 那有問題的當然不是只有TikTok而已 那還包含了什麼呢 這個拼多多 最近的問題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拼多多居然被查到什麼呢 居然裡面有暗藏這個惡意的欠取資料的程式 那我們知道很多的這個軟體呢 其實你安裝之後 他就會開始問你各種權限 譬如說你要不要授權給他 可以去看你的通訊錄啊 可不可以讓他照相啊 可不可以去讀取你的記憶體啊 通常如果你有資安問題 就把它關掉就是沒有問題了 可是現在卻發現說 抖音...抱歉 拼多多的APP軟體裡面呢 居然可以去自動開啟你的權限 也就是說我把它設定 我關掉不給你有這個權限喔 他會去自動把你打開 那而且會去閱讀你的私人資訊 哇這真的是不得了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這個科技專家呢 就說這個拼多多的APP呢 已經超出他們的想像 對於這個侵犯隱私跟危害治安 已經達到了一個新境界 所以我們對應去看到 但拼多多自己說什麼呢 他說哎呀沒有啦 我們做這些事情其實只是要知道 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一個消費者可能不是只有在我拼多多下單嘛 因為拼多是做電商的 我可能也在這個淘寶 也可能在京東下單 我只是要藉機去知道 你可能在其他店家買了些什麼東西喔 但是呢 大家當然不這麼相信喔 所以Google現在已經對他下架了 好金龍大哥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喔 強硬派的反中國會議員喔 事實上是認為喔 美軍在西太平洋還不夠兇 還應該要再加碼才可以完全的威嚇中國 可是白宮跟國務院跟商務部喔 現在的主戰場 能然是聚焦在科技跟晶片 沒錯喔 因為兩國的國力喔 主要這個半導體坦白講是 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美國現在是遙遙領先喔 那麼美國呢 他也真正了解說喔 如果喔 不限制中國半導體往先進製程喔 先進技術發展的話 那將來恐怕是 會像失控的野馬一樣喔 那麼中國的金氏的實力 說不定喔 有可能喔 慢慢的趕上 趕上美國 所以美國呢喔 第一個喔 他就限制喔 第一個現在他們在去年提出的是 限制14奈米以下的製程喔 的設備還有各種技術不能夠喔 輸出到中國 那麼 剛開始對美國公司 接下來呢 他去聯合日本還有荷蘭喔 那日本他們最近先宣布喔 就是有23種喔 先進的設備喔 那麼日本主要的半導體的設備的公司喔 第一個是東京威力科創喔 就是東京Electronics 另外呢 還有呢 就是喔 我們的Nikon喔 尼康喔 Nikon就是做鏡頭 它其實主要是做這個喔 我們的這個圍影機的部分喔 另外還有一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叫Screen喔 Screen這一家是做一些高階的清洗設備喔 因為你在半導體的製程裡面喔 要有一些清洗的過程喔 那麼這個設備呢喔 Screen是在全球市占率非常高 另外還有一家叫LaserTech喔 他們都 LaserTech這家公司是喔 非常喔 等於是它的技術有獨步前求 就是所有的光照喔 包括喔 就是成熟製程和先進製程 尤其EUV的光照喔 LaserTech喔 它的這個檢測的設備是 等於是它的試占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喔 那麼這一些二十三種的設備它管制 那我覺得沒提的喔 可能日本還有很厲害的是 日本的半導體材料 對 日本的半導體材料都是獨步全球喔 比如說它的光阻劑啦喔 甚至清洗的我們假如 比如說氫浮酸喔 上次就是日本跟韓國之間喔 有那個等於它的貿易衝突喔 這個部分它進了氫浮酸對韓國喔 就等於是對韓國的半導體喔 當然不是進了 對 就是說你要申請喔 不過對韓國的半導體就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部分喔 他們日本可能 因為也不好全部都講得很明白 那這個部分呢 日本我們來看 其實這個進這個設備 對日本的公司是有一些影響喔 因為他們大概喔 日本銷往中國大陸大概佔他們大概20到25% 像比如說TOKYO ELECTRONICS啊 剛剛提到的喔 另外還有Nikon啊 還有呢 剛剛講的Screen啊 還有LaserTech喔 中國的市場都大概20%到25%之間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現在是很積極要發展半導體產業喔 那日本的這個經濟大臣 他就講說喔 他們一定喔 他們 他很有信心喔 這個日本的Rabbitus 這個就是日本幾家喔 幾個大的公司喔 幾二間 不過然後呢 日本政府全力補貼 他們計畫在2025年量產兩奈米喔 他好像很有把握 我可以告訴各位觀眾喔 你不要聽他講 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快喔 坦白講喔 日本人他以為錢砸下去 而且他錢也砸不夠喔 他們有八家日本公司喔 投資 投資很少錢喔 日本政府投資比較多 日本政府要補貼他700億日幣喔 那八家起來呢喔 差不多100 差不多100億日幣左右而已 所以這個要發展兩奈米 不是那麼容易喔 用嘴巴講比較快喔 那當然日本日本本來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 我想喔 現在也是一樣的喔 有一些部分啦喔 他們可能也是要因應這個喔 半導體這麼厲害喔 這個他們要想要 極力的發展半導體喔 欸可是新聞資料說 日本的台積電的這個產能 就有可能加快加大嘛 對 就兩奈米是一個艱難 但是如果增加台積電 在日本的產能可能相對容易 這個當然是容易多的喔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喔他們對他們半導體 到2030年的規劃是這樣 日本在2020年 它的半導體喔 就是日本國內生產的 當然不管內資或外資喔 生產大概是五億五兆 不是五兆日幣 那麼他們計畫到 2030年的時候 成長成為三倍到15兆日幣 那麼原先它的規劃是 只能夠到13.5兆 有了台積電的熊本廠加入以後 增加了1.5兆日幣的一個產值喔 所以日本這個地方是相當積極 那另外一個喔 現在台積電在日本的這個 這個廠目前最先進的製程 只有在12、16奈米 那麼日本當然希望它 將來可能加入7奈米、5奈米 甚至2奈米 那這個就是要看條件怎樣 不過我來看喔 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日本政府比較大方 就是他補貼台積電喔 沒有那麼酪哩啰嗦的毛病喔 他美國的晶片法案 要補貼台積電喔 架了很多的條件喔 連劉德英都 劉德英 對劉德英這麼 聲勢的人都還要抗議 那可見台積電喔 是適可忍熟不可忍 才會講這個話喔 日本反而是比較 而且坦白講要管理日本的工廠 比較管理 對管理美國 因為日本人比較容易喔 就是耐操了 比較能接受製造業 比較耐操了 就是比較耐操 美國人是 自由很不容易耐操 就是這個部分 那麼中國呢被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中國被這個 美國、荷蘭、日本 這樣來封鎖的話 那中國坦白講 他出不了什麼招 他一個 我覺得這個招可能就是說 因為企業要詬病的時候 那個規模夠大 要經過反托拉斯法的一個審核 所以 中國就會拖延這個進度喔 比較明顯是 第一個就是說 英特爾要併以色列的塔爾 這個整個交易金額大概在 五十二億美金左右 中國就延遲 那麼另外一個跟台灣有關的就是 一家美國的IC設計公司 要併台灣的匯龍科技 這個也是三十幾億美金 這個會拖延 但這個拖延其實 對整個半導體市場 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說影響不大 所以中國這個緩急日照 只是給人家看看 好我們稍後回來 好那剛剛講到 美國國會現在兩黨合作抗中 還有一個重要的政策 是這一回合 中國委員會的主席加拉格爾 主導了相關的封殺中國的政策 而最新的CNBC追蹤 加拉格爾本人至少要約談 十大美國高科技業者 通通都是全球化的業者 指標的公司當然就是蘋果 好月中剛剛看到的是 CNBC追蹤報導 國會準備介入了美國大型科技業者 點名了包含了蘋果 Google 微軟 幾個業者的中國市場 跟中國政策 意思就是說 國會很有可能 把科技熱戰的戰場再度擴大 沒有錯 眾議院現在成立一個 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 你看喔 還特別成立了這樣一個 而且名稱就寫 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 顯然對於美國國會來說 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大 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也提到 現在國會這些特別委員的這些成員 現在開始就在訪問 在美國的這十大科技業 不只科技業 還連好萊塢的像迪士尼 其實都是名列其中 主要的事情就是 因為你們過去都太依賴中國 不管是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說從市場的角度 都太依賴中國了 所以現在 現在國會的委員們 就去拜訪這些公司 講得好聽就要拜訪 實際上其實就是對他們施壓說 你們不能再這麼依賴中國了 你們必須去分散 不管你們的供應鏈也好 市場也好 所以顯然這個問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再看到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這兩天在美國的公開談話裡面 也在談到類似的問題 他提到說 現在不是只有美國國會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美國也跟其他的盟友 共同在商討 要怎麼去打擊中國的這些不公平貿易 這個戴琪又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 他說像他們現在就正在跟歐盟 談一個叫做全球永續鋼鋁聯協議 那這在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說因為中國過去對中國的這些鋼鐵業者 或者是這個鋁製品的業者呢 不當的補貼 導致於他們的成本非常的低 又生產過剩呢 那其他國家的這些業者 就非常非常的慘 那所以呢 現在呢 美國的貿易代表 他們就在跟其他國家就談這件事情 那戴琪也提到說呢 很多的事情 真的如果只靠貿易協議 貿易談判 真的是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戴琪就提到了 所以他們現在還要推一個東西 叫做有按外包 或者稱為朋友相挺 英文叫friend sharing 指的是說呢 哎呀這些 這個對我們友好的這些友邦呢 我們想辦法呢 以前都到美國 到中國的這些供應鏈呢 我們先拿回來 特別給這些友好的國家 當然就例如說台灣 來幫忙做這件事情 重點就是我們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就對應到剛剛前面講到 眾議院所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過呢 這個戴琪也自己講了 有人質疑說 你們都在說這件事情 結果你們現在美國又在搞 美國製造 之前張忠謀不也說嗎 全球化已死嗎 那你現在又說要大家 這個國際貿易大家要公平競爭 那你自己又在搞 美國製造 這不是走回頭路嗎 所以戴琪其實也對這件事情做說明 他說沒有錯 你們都在批評這件事情 問題是 美國現在有拿出具體的辦法 那你們這些其他盟友 你們都在批評 請問你們拿出了什麼具體的計畫 來解決這些問題 顯然是沒有的嘛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再看到中國現在 所面臨的問題 像中國的這個負債的問題 地方債的問題 都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 那高盛呢 一個最新的報告出來說呢 就他們的統計 中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呢 現在負債已經高達156兆人民幣 大概就是GDP的126% 問題是這個數字在2008年的時候 只有14兆人民幣 換句話說這十幾年來 成長了將近10倍以上 那光以今年來說 中國政府這些負債 利息就得支出5.8兆人民幣 哇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就等於他們的GDP的4.8% 好那問題這個數字在2009年 只要支出0.7兆的人民幣 也是快速的成長 那而且這些例行呢 就佔了中國今年支出的15% 那你說怎麼辦 那顯然你政府就沒有錢嘛 沒有錢怎麼辦 當然就在開始砍各種費用了 包含了什麼 砍養老金啊 砍這個健保醫療支出啊等等 那再來中國經濟不好 那我當然還要救什麼 房市當然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關鍵 我們在過去都提到很多 中國政府想出來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這些 救房市的方法 那現在又推了一個新的政策 叫做貸壓過戶 指的是什麼呢 二手房以前要賣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房貸的 你必須先想辦法 把房貸還清 把你設定的這個抵押權給注銷掉 你房子才可以過戶 那變成說很多人 我原本有貸款的房子呢 我必須想辦法先弄一筆錢 把這個貸款還清的注銷以後 我才可以轉賣給別人 那問題是你去哪裡弄到這個錢 然後呢還要拖很多的時間 所以呢現在中國有15個省 100多個城市 甚至包含了天津 山東 山西 江蘇 浙江這些大省份呢 都開始實施 也就是說 現在就由銀行出來擔保 你們就不用再以前 一定要想辦法先把錢還了 才能夠來過戶 那說出來的就是希望 不要讓刺激這個二手房的消費 不要讓整個市場交易的冷淡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